11月3日,讲述熊孩子成长痴虑的喜剧爱情电影《贫穷父爸爸》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主演郑家颖、小小兵、李成元等一众主创奇奇了象 为即将上映的影片站台周震 显小拍电影的郑家颖,这次在片中搭档鬼满的小小兵 父子俩片场可是擦出了不少火花 放播现场,父子俩就来了一个角色大转换 面对顽皮儿子郑家颖,老爸小小兵实属浑心解数 湾浮熊孩子 不然不是,好有个性的这样一个小台 哎呀,闭掉了 没关系 你就直接说吧 这是真的 你骗谁啊 那个上升的吗 这个是你 从小就混迹娱乐圈的小小兵 如今也算得上是老戏骨了 就连和他搭戏的郑家颖都戏成小小兵是个老手 其实我刚在台上说过,他跟一般的小演员不一样 他其实很有经验 你拍了多少部戏啊? 应该有女人是个老手吧? 其实不有 其实不行 是老手 他就跟一般的 不能当他是小孩 但是你这样表现出来不像一个小孩 跟一个普通的对手是一样的 不能让个小孩来看他 除非他那天心情 打手机那个不太顺啊 以外啊 但他其实真的 在拍戏方面他完全是非常合作的 那拍戏之余呢 你会特别的照顾怎么样跟孩子拉近距离呢? 对 再来点算 就是拍戏之余的话你会怎么来照顾他呢? 他戏剧里头就他爸爸照顾他了 就是他真的爸爸来照顾他了 拿到我来照顾他了 是吧 他爸爸整天都在片场里面跟着我 还有他弟弟也在 所以他 对啊 不到我来 据悉 魔性和家欢喜剧 贫穷父爸爸将于11月10日 全国上映 孤雷乐北京报道 对 对 对